哈喽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新的一周呢又开始了 我是你们的七月老师 像咱们呢今天还是学习一下上节课 咱们画到一半的这个公笔兰花课呀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学习一下 当然咱们今天的课程内容还是这个恭敬清雅出心香啊 上过上节课的同学呢应该都比较清楚了 就算是你没有上过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因为两节课的一个内容还是非常比较相似的 那无非就是说染一下这个颜色啊 咱们就需要把这幅画呢 就是整体的话还是需要分染完成 然后最后呢完成一幅这个比较完整的一幅公笔画 公笔画作业 这咱们这节课的目标啊 当然我们这个名家赏息的话呢 还是上节课的那个兰花案例 咱们大致上来看一下 大致上来看一下 我同学可能没有来听过上节课的课呀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幅画面呢 它的一个颜色上呀 以及在这个物体的塑造上呀 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 比如说这个花头吧 它的一个整体塑造呢 非常灵动 颜色由根部到这个肩部逐渐变淡 所以说呢这种层次感效果也非常的强烈 那另外呢蓝叶因为它有这种转折变化 正反的一些变化 所以说蓝叶的它的一些颜色上 有正面偏重反面偏淡 再转到正面又变重的这种效果 那其实这一点呢也体现到 咱们今天这节课的这个公笔兰花当中了 咱们要稍作了解一下 那无非就是说咱们需要去完成一下我们今天这节课的案例 那案例的话呢 其实我们上节课看过了 咱们上节课呢大致的一个完成程度就是完成到了兰花分染 墨色分染这一部分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继续的深入塑造一下这个公笔兰花 那我们主要呢是来进行分染 然后照染等等不同的一些染色方式啊 其实分染呢还是比较主要的 这一点还是要学会 因为通过分染可以了解好造型 好我们清一下画面 那现在能够看见我的手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6 回复一下数字6 笔的话还是阳号毛笔啊 今天继续使用阳号毛笔进行绘画 然后呢我们可以多准备上几支 像我现在手中的这几支笔呢 它有不同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像这一支笔 我平常呢就是用来去分染墨色 这个是经常分染墨色 不会用其他颜色 像这一支笔呢会分染一些红色 比较偏暖的一个颜色 还有呢像这支笔能够看见是吧 经常分染一些绿色呀蓝色呀 然后这样子呢不会串色 咱们尽量呢把笔能够区分的比较清楚一点 旁边的话就可以准备太白的笔 专门染太白 然后还有水笔进行这种颜色的一个 运染程度 咱们把几支笔呢多准备一下 这样子呢可以使得画面更加的整洁一些 颜色呢会更加的就是比较单一一点 不会来回进行相串 相串的话会显得颜色比较脏啊 咱们要保持画面的干净和整洁 我们上节课画到这个部分 分染的叶子这一部分 那其实咱们今天这节课呢还是要需要进行一下这个分染层次啊 不过就是说我们需要加点颜色呀 或者说加上一些不同的这种叶子的一个分染的一个部分啊 然后继续往下深入 咱们先倒一点点墨汁啊 倒一点墨汁 因为我们上节课只染了叶子 花头呢还没有进行染色 那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花头稍作染一染 我为什么带着大家这几个染花头呢 因为我发现 以前的时候啊有同学 上一代以前课代以前班的时候 有同学染这个花的时候 很容易把颜色给染的特别特别重 那我们今天呢 一开始就在大家先把这个花染一染 咱们染这个花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颜色上一定要注意好 它整体的一个颜色是比较偏淡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颜色呀染的更加的淡一些 它的一个墨色分染呢 它是用非常非常淡的一个墨色 把这个花头分染到一到两遍就已经足够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先调一点淡末啊 调点淡末 笔先沾上一点墨汁 然后我呢 可以在另外一个盘子这个地方调开 因为我们用的墨色不是特别多 我们就可以 不用心疼的去加这个水啊 多加一点能够看见 这个水分是十分淡的 就是这个墨色十分淡 甚至说呢 到达一种这种清末的效果 我们拿一张纸 清水纸来试一下 非常非常淡 有点偏清末了 那我们调好了这个比较淡的一个墨色之后呢 我们再来 把这个花头染一染 如果感觉你这个墨色太淡的话 就稍微去 蘸一点墨 然后调一调 我们需要一点点去调 一点点去加这个重色 整体偏淡就可以 我们先从这个花开始看起 当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呢 它也是有这种层次关系的 咱们需要把这种层次关系呢 给捋顺一下 我们先是通过这种纷染 咱们有同学知道这个纷染吧 纷染上节课也讲过了 那我们这个纷染呢 就是说通过颜色呀 咱们来体现出这种物体的一些转折情况 看它应该往哪里进行这种转折呀 起伏呀 分析出它们一个层次关系 这是纷染啊 表现出花和叶的浓淡变化 看到这个花头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染一染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原画呀 其实像原画的话呢 这个花瓣的一个颜色 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说呢 有浓有淡 像比较偏靠前的 就是这几个往外的这种 花瓣的它整体的颜色 会相对来说偏重一点点 那后面的会偏淡一点 那我们染的时候呢 就要区分开 这个兰花在画的时候 根部的一个颜色 它是体现的比较重一些的 咱们就从这个根部这个地方开始染起 颜色很淡啊 基本上是看不出来 稍微挪一下 再稍微调一点墨 控制好这个墨色 很淡的这个墨色 染到根部 染根部 很淡的那一层 然后呢 水笔的一个颜色 咱们要少 水笔的水分要少一点 给它过渡过去 非常淡 一到两遍 基本上就可以了 现在可能感觉看不出来啊 其实染上这么两遍之后 就比较明显一些 这一点很好理解啊 非常好理解 就是说 咱们需要把这个花瓣呢 它的一个层次感 需要给它染一染 也是通过分转这种层次 这种效果呢 给它做出来 分转这个方法 做出来这个效果 还太淡的话 可以稍微加一点墨 我们这个花头呢 一定要注意到 整体的一个颜色上 是要偏淡的 所以说我们在取墨的时候呢 就要一点点去加 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点 一点点去 就是占取这个墨色 这个淡墨呢 是慢慢慢慢的变身 这种效果 也不要特别深 画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跟着这个叶子一样的方法 那如果我们遇到这个两个花瓣相叠亚的话 我们为了凸显出上方这个花瓣 是不是下方这个花瓣咱们就要 压住边缘线往下走了 对吧 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其实像我们 讲这个公笔兰花 所讲的一些知识点呢 以后我们无论是画什么花卉 公笔花卉啊 它的一个道理上 基本上是相似的 过度过去 因为我平时周末的时候 周天那天啊 嗯 因为休息嘛 所以有同学的一些问题没有及时回答 那我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看到手机之后呢 就回复了一下 有同学问的是 咱们这个他买的这个纸啊 就感觉他比较漏 或者说颜色运不开 对不对 那一个是呢 这个颜色啊 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 它不会完全的像那种平滑的 这种纸面一样 它呢会有一点点往下渗的感觉 只要不是漏烦 稍微有一点这种效果是没有关系的 看我这 有一点这种效果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最后呢 还会通过这种铜染的给它染过去 他说不要留 我说不要留痕迹的一个意思呢 说这个痕迹啊 水痕啊 千万不要特别的突兀 比如说到了这个一笔下去之后 它直接渗进去了 这样子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平时所使用的鼠圈纸呢 它因为毕竟是机灶的 机器灶的 那它很有可能有某一个部分漏翻 那谁也把握 谁也解决不了啊 就是控制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咱们可以在画之前 拿喷壶在纸上喷一层水 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个喷壶啊 到后面给同学们演示一遍 怎么看这个纸漏不漏翻 就喷一层水之后 你看这个纸面哪个地方 比较深 深的话就阴的比较厉害嘛 那阴的厉害的地方就属于漏翻了 漏翻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说刷焦繁水 刷焦繁水是比较好一些的 焦繁水自己现在配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说有很多人是从网上买的 买焦繁水 我把我把这个花头往中间挪一下 因为再挪的话 左边右边就没有位置了 很淡的染过去就可以 有没有发现我的特别特别淡呀 千万不要很重啊 很重的话就不是这个效果了 顺着方向去染 咱们呢就一起慢慢的 一层层的一点点的把这个花头呀 以及整幅画面呢逐层的染出来 到根部的时候呢 还要吸一吸这个笔尖上的一个墨色 不要让它去耽误到画其他的花瓣 所以说我们尽量是保证每一笔的一个水笔呢 是干净的 所以旁边准备这个吸水纸上去吸一吸笔尖的这个颜色 米方这一层可以稍微加重一点 凸显出前方这一个花瓣 后方同样的一个道理 其实咱们上节课是不是稍微讲了一下这个花鸟画对吧 当时候呢 这个其实公笔花鸟画它趋于成熟的时候 它在五代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 那个时候出现了这个皇家富贵徐熙也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皇家富贵的话说的是黄泉 那徐熙也役呢 说的是徐熊 说的是这个徐熙啊 就是徐熙 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画法和画风 一会儿我们稍微讲一讲 咱们先把这个染色染到这里 那我们这个花头的淡沫呢 花头是淡沫啊 花头的这个淡沫我们染了差不多一遍之后 咱们先稍微停一停 待稍微干一干的再染这个第二遍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下方的这个花头同样也是用淡沫去进行分染 淡沫进行分染 方法是一样的 像我们中间的这个花心部分呢 咱们先留一下 不要染到 咱们就染花心上方的这个花瓣就可以 可以贴着花心的边缘处 然后往上去染 把这个花心的这个地方呢 给凸显出来 墨色上一定要淡一些 咱们现在染这个颜色是墨色 淡墨去染的花心 花头这个花瓣的地方 稍微来看看它这个染的部分 时长呢我们染一染往后去靠一靠 然后看这个染的是否合适 其实咱们刚才说到这个 皇家富贵徐心演绎了对吧 像他们当时学画的这些人呢 他们身份还是比较高贵的 应该说是比较高贵的 都有专门的人去带 而且呢也是有一个官职和官位 在当时的这个时代 只有有闲有钱的人才能够画得起画 像这个黄泉的话 他13岁的时候就跟着雕光印学画 当他17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这个 汉林招待的一个应该说是主事的一个人吧 可以说年少有为啊 你能够看到他当时的功底还非常厉害的 他的一个画风呢就是比较院体派 他熟悉和描写的都是皇宫玉花园中的一些真情 鸟兽这种东西 所以说是皇家富贵嘛 他是在皇宫当中从事这个 画院的主事人 所以说呢 他的一些画都比较富贵一些 他的一个画风呢 是更加的细致一点 整体的话是 摄色的话是细而不逆 功而不凡的这种感觉 也可以说 他是双勾画派的宗师了 就是皇群 咱们可以说 咱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颜色 因为咱们用的不是颜色 是用的很淡很淡的一个墨色 很淡的这个墨色 只是呢 去分染这么一到两遍就已经足够了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 再去分染这个 上面这个比较偏大的花头 像这个花头 咱们在染的时候呢 要稍微去把控一下 这个花瓣的每一层的一个颜色 那在案例当中呢 其实他的花瓣的颜色 也是有深浅的一个变化的 最靠前的这个 这个地方也偏 偏这个正面这种感觉 这个墨色上呢 我们可以多分染上这么两遍 多分染这么两遍 后方的这个也是啊 多分染这么两遍 比较靠前 咱们分出一个前后的关系 以及颜色的深浅变化 这个花瓣也可以下方这个花瓣也可以偏重一点 染这么两遍之后咱们就可以停一停了 这个花瓣应该干的差不多了 我们同样也是呢 用淡墨把最前方的这两个花瓣啊 咱们给加重一点 再染一遍 用淡墨非常淡的这种颜色去染 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工笔是比较耗时呢 因为它在染色的时候 它肯定不是一次性的染好 它需要层层的一个润染效果 而且颜色整体来说呢 有的偏淡有的偏重 需要我们找好其中的一个平衡点 所以我们染的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啊 像花的一个颜色 肯定是要比叶子偏淡 所以我们在分染墨色的时候呢 也是啊 花的一个墨色要比叶子要偏淡 咱们就先把它花头染到这里 那我们顺带着呢 把花镜也加一加 花镜加的时候 它其实就有一个圆柱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淡墨呢 画两边 其实非常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结构啊 用淡墨画两边 然后拿水笔呢 一笔下去往下过渡 当然有的也可以画一边 往下去过渡 下方的花镜同样的一个道理 它是这样穿过来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把它顺着接下去 咱们这个分染呢 学的是一个技法 而不是说只是局限于这个造型当中 无论是说我们换了一个什么造型呢 都可以根据它的一个结构 把它给染出来 通过分染呢 塑造好这个画面的一个小小的层次感 和有点体积感的这种感觉 虽然我们中国话并不讲究什么光影啊 你说的是不讲究光影 不讲究造型 但是相对于西方话来说呀 其实它有时候也是稍微要注重一点 它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方面 但是不会像西方话那样严格 但是不会像西方话那样严格 还有说中国话不注重透视的 因为这就是说山水画嘛 一个三远 平远高远和深远的这种感觉 往上走 可以再把这个花镜染一遍 我同学问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学不了工笔了 其实这得看个人的一个性格吧 因为有的人呢 老年人他是比较喜欢画工笔的 而且我见过 老年人他比较喜欢绣东西 绣东西 像我姥姥以前的时候就会帮我做那种花棉裤 不知道他有知不知道 那个花棉裤 而且还有帮我绣那个花的鞋垫子 我都见过 他当时都已经 老了已经70多了吧 还在帮我做那些东西 真的非常的精致啊 内部的一个老人就感觉 虽然说他们没有学过什么艺术吧 但是做的那个民间的这种花鞋垫 还挺有感觉的 当然主要是也非常暖心 咱们往下挪一下 下方的这个镜呢 咱们也加上去 眼睛 眼睛的话 当时我姥姥戴的是老花镜 确实啊 你年纪大的话 就眼睛的话会花眼 那看自己的能力吧 能力好的话呢 可以画一画 如果感觉眼睛不太舒服 可以画个局部呀 或者画个血液呀 都是可以的 画个血液交上去也是可以 顺便练练自己前几节课的一个学习成果 好了 我们这个花头呢 先画到这里 先染到这个部分 那下一步呢 咱们再来去分染一下 继续分染啊 分染这个叶子 那它的一个条件呢 是说我们在分染这个叶子的时候呀 需要去加 需要去加这个花青色 我们加一点花青 让这个叶子再分染一下 拿出一只花青 墨色 墨色我们在这个染好之后呢 咱们再次分染 用花青 加墨 加墨 加一点花青就足够了 然后我们可以调一个颜色 花青色 和墨 和墨 一点 墨有点多了 加水 我拿这个吸水纸吸一下 咱们花工笔就不要着急 都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工 慢工出细活的这个工法 花青色 其实可以稍微偏多一点 墨色呢 一定要偏淡 太重的话 我们来加一点点水 整体的一个颜色 也不要很重 就大致调出一个淡墨 加花青的一个效果就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去分染一下 其实我们在画一幅画的时候 它的一个分染啊 同染 没有一个明确的 先后顺序的界限 到后期之后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分染完了这一遍 分染完了结构层次之后 那后期的一个分染啊 同染 没有一个明确的顺序界限 因为我们也可以同染 也可以分染 它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画面 画起来更加 看起来更加的完整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染的一个地方 还记得吧 跟上捷克一样 去压它的层次 我们慢慢的给这个叶片呢 上色 花青不够的话 需要去加一点花青 慢慢给叶片上色 一定要始终记住 咱们这个色笔的水分 要偏多一些 拿水笔晕开 其实还有人画工笔 它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 它会在画之前呢 在纸上 喷一层很细的水 喷完了水之后 再去上色呢 它不会那么的渗 不会特别渗下去啊 类似于水彩的湿化法了 但是这个的话 都是需要一定的功力之后 才能让画 因为如果一旦掌握不好 就很有可能让这个画面 都阴到外面去喷乱了 咱们现在还这样画就可以 分染这么一遍就行了 先分染一遍 稍微上一点画青色 还记得咱们这个分染的时候 注意的一个事项吧 根据叶片的中间叶脉结构 这样去分染 那分染的时候呢 我们要一段段去分染 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叶片呢 有一个颜色的流动性 不要特别的呆板 所以说我们就要注意四个字 火色生香 其实这也是我们工笔课 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工笔花鸟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当然像工笔人物的话 肯定不是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那我们画花鸟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颜色上更为丰富一点 其实像画人物的话 它的五官颜色在染起来呢 不会像现在这样 这样子一个跳跃性这么大 它更加是根据它的一个人物 本身的一个造型呢 眼啊眼睛耳朵鼻子这种造型 去来进行染色 五官是要突出的 我们学的是一个方法 当你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呢 你再去了解一下 其他物体的一个结构 就可以去大胆的染一染这个颜色了 染完一根之后 再去加另外一根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过的 说的是黄泉是吧 那我们还刚才徐熙没有说过 像徐熙的话呢 他的一个画法 就是比较放松一点 他称当时称之为 人称江南乌一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一个为人呢 他是胸襟高框 而且呢 他是和院体化 风格不一样 读书一致 他经常是游在于 这个江湖田野 他的内容呢 和黄泉的这种 奇珍异寿不一样 他多他画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 花竹梨木啊 蝉鸟虫 蝉蝶 蝉蝶 蔬菜之类的这种物体啊 所以说他的一个画法呢 相为来说是比较清秀一些 而且呢 他属于这种演艺派的画法 也称之为演艺派宗师啊 和黄泉是两种风格 其实当时啊 对于这个徐熙的一个真迹呢 现在并没有真正流传下来 他的一个啊 风格的一个传法也是各不一样的 但比较主流的两派就一个 就是说认为徐熙的这个画呢 他是用的淡墨勾了轮廓 然后层层积色 那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直接用水墨进行绘画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 再进行这个演勾勒的这种画法 两种一种流传说法 第二种的话就有点 有点偏莫骨的画法了 理解上偏莫骨的画法 但是真迹谁也没有见过 只是在记载上是这么流传的 像他后代的话 他的孙子叫做徐冲四 对徐冲四的话 他其实他把这个莫骨画法的这种技法呢 又更加创造了一些 可以说是创立了这个莫骨画法吧 对他孙子来说的话 对于这个莫骨的一个画法 其实像那个时候的花鸟画派 花鸟画是十分成熟的一个画派了 在那之后呢 这两个画派也是成为一个主流画派 它标志的是花鸟画的一个技法成熟 那后来的话呢 他的后世 后世也是通过这个影响吧 画派出现的越来越多 因为以后的一个花鸟画的流派呢 开平了道路 所以说感觉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伟大的 水平的水平有点多了 咱们要稍微吸一下 大家有没有跟上 跟上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6 就淡淡的去分染一层就可以了 颜色也不重 比较淡一点 其实它还是有一点上色效果的 咱们可以缩小看一看 有一点点上色效果 没有那么的深 咱们现在还是以这种分染为主 咱们这样分染这么一遍之后呢 下一边啊 我们直接用花青色再进行照色 让这个颜色再突出一些 就是一步一步来 我们这边分染的一个目的呢 是因为感觉上一边的一个墨色 它的一个感觉上不是特别强烈 所以说我们再用这个花青加墨 再加深一下它们的一个层次感 让颜色再偏重一点 因为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叶子压得住画面 像我在上这个课之前呢 我把这个画面边缘处的这一层剪了一下 剪完之后呢 就感觉这个画面会更加的好看一点 它在画里面嘛 就会更加好看一些 大家画完之后也可以修建一下 上方两片叶子不要落下 还是要把它给画上去 有人问我水笔的水有多少是吧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精确的估算啊 只是说呢 这个水笔的一个水分不多 它可以呢 画上去之后 不会有水珠落上去 可以把这个色笔中的颜色呢 运开这种感觉的 像咱们学过画一开始的时候 肯定有这种疑问 老师你这个花瓣有多长呀 老师你这个线条有多粗呀 其实这都是 咱们在画的时候 有这种疑问很正常啊 不过呢 这种疑问 也不是特别正常 因为我们需要去观察 我们在想要去了解到这个花瓣有多长 这个线条有多粗的时候 要学会去观察 千万不要走入一个误区 要明确一个确切的比例啊 确切的一个长短 这个是这是一个误区啊 比如说我要精确到几厘米 几毫米几毫升 这是一个误区 千万不要进到这里面 那进到这里面之后你就发现画过画特别累 因为就感觉 要是一旦走入这个误区之后就恨不得手边有一把粮尺 还有一个凉杯这种感觉 好了我们先把这个叶片呢染了这么一遍 那我们顺带着呢 把这个花镜再来染一染 我们两支笔的话色笔水分偏多啊 咱们强调过多次了 把花镜染一下 染的话呢 这染的边缘处就可以 不要直接一笔按下去 比较宫细的染这个线条的边缘处就可以 边缘处 染两边 然后呢我们可以这样一笔下来 这是一种方法 当然也可以只染一边 然后一笔下来都行 它其实因为面积比较小嘛 所以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染色程式 只是说呢 主要是让两边稍微偏重一点 中间呢稍微偏淡一点 这样错落错落染色呢 会让这个花镜啊 不会特别呆板 其实这个原理上和叶子是一样的 我们要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去染这个颜色 它也没有固定的在哪个位置需要怎么去染 没有 主要是这种感觉上是这样子的 花镜的颜色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刚才我们画花瓣的 画这个叶子的颜色呀 顺带着一块染过去了 好停到这里 那我们呢 现在再去调一个颜色 咱们可以拿出一个新的小碟子 因为我们画工笔就需要 就需要用很多很多碟子去染色 我们需要不断用新的碟子染色 调新的颜色 我们下一步呢 可以对这个叶片进行一下同染 照色这种感觉 那所谓的一个同染呢 就是说统一的去分染 就大面积的去分染 我们需要对这个叶片呢 需要大面积的去给它统一一下颜色 摔一摔鼻 哪里有卖圆形纸的 是吗 这位同学问 这个纸不是圆形纸 不是买的 是我刚才的 自己剪的 才了一个方形的 画了一个圆 自己剪的 我们调 我们调的是一个花青色 水分呢 还是要多一些 其实像我们在原画当中呢 这个叶片 它是偏绿色的 但是底色呢 我们还是让它用花青和墨 这种呈现效果 不然的话呢 直接用绿色上 它会感觉颜色发浮 就是浮在上面 所以我们底色的这一层啊 这几层一定要打好 让这个叶片 更加沉稳一点 它毕竟是一个画面的 重心的一个位置 颜色要稳得住画面 千万不要特别轻飘 一定要稳下去 好 我们调好了这个花青色之后呢 可以直接照色 顺着他们的一个层次去照色 有同学问 学这个对国画有什么好处 什么 它本身就是国画的一个画种之一 咱们要知道国画是分为公笔和写意的 不是说只有写意是只有写意是国画 公笔不属于国画 就看你个人是否喜欢这种风格了 直接染过去 用花青色染过去 然后可以把多余的这个水分呢 咱们吸一下 过度过去 这样子就笼罩了一层淡花青 双方也是 双方同样也同样的一个暴力 往上走 平图 平图基本上属于平图 到边缘处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拿水笔 给它稍微运一下 水笔的一个作用呢 它的一个面积就不如色笔 面积大了 可以直接铺色 铺过去 大面积的铺色 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个叶片颜色 更为统一一些 在颜色有流动性的基础上呢 它稍微统一一下 这样子既不会破坏下方颜色的一个流动性 也会使得这个叶片呢 更加的和谐 要统一中求变化 有同学可能感觉 有的人感觉这个公笔画不属于国画 咱们要知道 其实国画呢 它就 现在的话 大颗类的话 就公笔和写意 有的也说 现在是莫果 莫果也有 但其实呢 它咱们这个画画在建议的时候呢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那为什么说呢 它不是说一幅画的话 它只有公笔 那有的话 兼工代写也是可以的 它一幅画里面 既可以有写意的部分 也可以有偏工的部分 就比方说 齐白石在画草虫的时候 它画的花卉呢 是比较偏大写意 但是草虫呢 又是比较偏工系的 叫兼工代写的画法 它不是说一个画面 必须只有写意部分 或者说 必须只有工笔部分 其实完全可以相互结合的 根据自己的一个画面 去就效果而来 它的一个界定呢 是可以打破的 这样才会有绘画 这种创作的 一种效果和感觉 如果连艺术 都被条条框框定死的话 那艺术就不会称之为艺术了 艺术就是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 去创造它 了解基本规律之后呢 去打破它 稍微缩小一下 这个很简单 这个染 这一层染色方法很简单 直接照色 就是平涂 只要不涂到这个外围 就可以在线条中间 把这个颜色呢 都给补充好 那种小空隙位置呢 我们再用水笔给它运色开 像我们照色这一步呢 一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一般是在这个 分染基础上进行照色 这样子呢 可以让颜色有一个过渡的感觉 就是刚才也说过了 分染完之后 可能就会有颜色 有深浅的一些变化 那照色完之后呢 会让这种变化过强的这种效果 再减弱一点 让这个颜色更为统一一些 必不可少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点偏这种花青色的叶片了 和刚才不太一样了 我们染叶片的时候 染完之后呢 也顺带着把这个花茎染一染 但是最后 那我们上方两个叶片也不要落下 这就是说有同学感觉 没有什么兴趣啊之类的 那是因为这幅画呢 是对于咱们初学者来讲 看起来是比较简单一些的 那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能感觉想画的话 比如说有很多人喜欢画牡丹 对吧 也可以用同样的一个技法去画牡丹 不过呢 就是说 它的一个造型上更为复杂一点 那样你们可能就喜欢了 同样的方法啊 但是不同的造型 就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就像我们这个基础课啊 咱们的技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中风用别啊 藏风齐别啊 那我们所画的一个物体呢 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画这个竹子的时候 也是用的这种中风的一个行笔过程 也有藏风齐笔 但是呢 它和兰花 给人感觉造型上不一样啊 其实在用笔上呢 稍作一点改 稍作基本差不多 造型上稍作改变就可以 要学会多去思考一下 咱们下节课就学竹子啊 同学们可以先准备准备 明天的话呢 把这个竹子的笔记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提前预计一下 公笔因为公系 公整细致 学过毛笔字吗 是吗 像我的话 专业是国画 并没有系统学过毛笔字 但是呢 也会在平时自己练一练 肯定不像他们那些书法老师 那么的专业 当然书法和国画是相互相通的 它两者呢 还是要 都去练习一下 有好处的 大家平时的时候 也可以练练毛笔字 像我前段时间 时间比较充足嘛 我会就是写过心经 当然写的是楷书版本的 因为那个就是相对来说 领起来容易一点 花镜的话 我们用同样的一个颜色 花青色 你照色就可以 也很有意思 说 适合不被传的娘娘们话 太耗时了 什么 那个时候的人们 就是有钱 有闲 有时间 尤其是像宋代 公笔画盛行 那个时候 他皇上都画 都画画写字 宋节 就孙徽宗 还创造了寿经体呢 咱们上节课说过 还有扩张了这个 汉林书画院 对吧 收集天下名作 这个时代的一个 艺术发展 和当时的一个皇权 有很大关系 你得看皇上喜欢什么 那些人就去画什么 对啊 就是按照字帖去练 给大家推荐一个 好像是书法字典嘛 对书法字典 是公众号 大家可以在 微信公众号里去找一找 里面有很多名帖 这样子的话 就不用买书了 很省钱 我平时就按这个名帖 去练习 用花青淡花青染一遍 那现在呢 咱们可以 带它干了之后 再来去铜染一遍就可以 这个花青色 可以稍微种上这么一层 确实啊 其实无论什么书体 都是比较难的 它没有多简单 那咱们写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为了 练练这种行笔的感觉 它和咱们画国画的一些用笔呢 联系比较大的 但是肯定不能像这种说法家一样 练得那么有成就 对吧 现在时间咱们也是 现在人时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平时呢 也比较忙一点 那我们就抽空的时间练一练呢 能写多好 就写能写什么样 就写成什么样子 只要是你用功了 努力了就可以 你只要下功夫 肯定是有帮助的 只要你付出了 像咱们这个画画写字 只要你肯付出 它一定是有回报的 虽然说有人说这个画画什么的 靠天赋呀 需要天分啊 这一点固然重要 但是说如果你只有天赋 不去练习的话 也没有什么用处啊 它是一个只要你努力 就可以得到成就的一个 一个学习吧 一门课程 所以说还十分不错的 就像这个工笔 工笔的话 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也是感觉不太喜欢 因为它比较耗识 但是我会拎一些这种 大一点的话 像以前宋代山水的话 它也是工笔画偏多嘛 工笔山水 就比较精细一些 会在熟绢上去画做画 更加精细 层层的一个孕染 那那种的话 你可以下载一个中华珍宝馆 多去临摹一些 看一些古画 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有朋友问我从小学画画吗 我还真享受我从小学到画画呀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学儿童画 大概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吧 然后家里人就让我去学这个儿童画 小学的时候呢 就接触过毛笔画 但是那个时候学习不够系统 就跟着老师一起练一练 当然其实我觉得我们大鹏的一个学习很系统啊 会从你的基础开始带起 像我们那时候学的画 像我来说比较杂一些 什么都会接触 就是你想你喜欢画什么 你就可以多画什么一些 有人说你的 有人说他的梦想是画画 对吧 有梦想是好的 像我刚才给大家通过推荐的 这几个书法字典中华珍宝馆 大家都要一定要利用起来 帮助很大的 直起毛稍微温柔一点对他 千万不要特别的使劲啊 温柔一点 染过去 中华珍宝馆要收费 他不需要收费的 你可以在网页上去看啊 就是百度里面去搜索 他不需要收费的 都是可以免费看的 像我平时就会翻阅一些这个中华珍宝馆里面的一些作品 就是名家作品吧 然后翻的时候就会发现 其实你仔细的去放大去看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朝代 甚至说每一个画家 他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有那种诗成的关系 以及就是说 血脉关系嘛 当你发现诗成关系和血脉关系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一个风格比较相近 但如果你没有这层关系的话 他风格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像随着时代的发展 像到明清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画法呢 就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一些 那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八大呀 是吧 还有咱们讲过这个石涛呀 正板桥啊 等等 像宋元的话 他们的一些画就比较写实 更加的公细一点 用笔上呢 也更加的就是 应该是圆厚一些 浑厚一点 每个时代风格不太一样 稍后再染一染 稍后再染一染 染这么一遍就可以了 有个人说没有上过课是吧 上节课那你可以先看一看上节课的一个回放 然后把这个线勾一勾 染色方法上是一样的 颜色上不一样 那我们先把这个松小一遍再来看一看 其实像叶子的话 这一部分呢 咱们已经差不多了 先可以让叶子停一停 这个叶子咱们停一停 下一步呢 我们为了保证画面的一个统一性 咱们来画画这个花头 花头的话呢 我们现在调一个褶石色 先拿出一个褶石色来调一下 我们需要用一个淡褶石 然后对于这个花的一个颜色呢 再来分染一遍 那我们分染的一个位置和刚才的一个墨色位置是一样的 对于为我推荐的两个什么名字是吧 分别是中华珍宝馆和书法字典 书法字典的话呢 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寻找 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一支笔拿出来 我们可以拿一支这个暖色的笔染红色的这个地方 染红色这个画头 我们调一点褶石色 也是淡褶石 我们的花呢 颜色整体偏淡 它虽然说偏淡 但是该有的一个结构呀 层次啊 这种转折呀 也是需要通过我们的分染去来绘画 我发现一个规律了 因为上了这么多期课 发现一个规律 一到公比课 咱们人数就会减少 然后一到写一课 竹字课的时候 人数就会变多 可能有很多人偷懒去了 看试学课去了 对吧 咱们还是要知道一个重点 在哪里 我们还是要把重心位置放好 当你这个正式课学好之后 把这个最基本的基础课笔法 学好之后 你再去学这个试听课 完全就是小菜一叠 你在用笔上呀 调色上 调墨上 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千万不要本墨倒置啊 我们现在呢 来染一遍这个花 花的话呢 咱们还是根据刚才的 来染一染这个颜 这个颜色 在刚才的一个基础上去染这个颜色 中华珍宝馆的话 是在我们的淘 不是淘宝 是百度当中就可以搜索到 学山水是吧 现在是试课学山水 应该是你们的文强老师 在上山水课吧 文强老师应该在 会在后期代大家的高阶课程 反正文强老师的粉丝很多啊 他确实画画特别厉害 咱们后面的话也是有一位山水老师教我们后面的一个山水 也是一位比较厉害的老师 是一个男老师 其实画完这个 要基础科了就去画山水的话也有一个好处 你在画完山水之后再去学山水科 你基础科就知道怎么去配景了 后期给你们发点 咱们深水老师的一些作品 让大家认识认识 不是大盘老师啊 大盘老师应该也是后面的高阶课程的 许文强 让我想起了上海滩 就感觉你是一个大家闺秀 你在做女红 一点点的去秀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在等待自己的丈夫 可能外出打仗回来了 就是平时看这种电视剧 看多了脑补 就是自己会脑补一出戏 花头的一个颜色呢 是褶石色啊 咱们用褶石色打的一个颜色 很淡的这么一层就可以了 不要过重 后方也是 我们就觉得咱们学这个国画 上大学的时候就会在这个我们的 应该是两 有两个湖吧 叫做文心湖的旁边 就能用树木 那个树木呢 在冬天的时候呀 它像这个 感觉像八爪鱼一样 这种盘古错落 这种感觉 我们就会在湖边去临摩 其实仔细去发现 身边那些颈还是非常不错的 褶石色不是土黄色啊 土黄色是水彩 水粉当中的一个颜色 我们先把这个 花头的这个用 花头颜色呢 用褶石色去染 好奇了 对吧 好奇了 为什么兰花这么多花瓣 好奇的点也对呀 兰花的一个品种 咱们不是说过吗 有很多 对吧 咱们写意的话 肯定是一比较素雅 简洁的花 那像这个呢 叫丘兰占瑞图 对于它来说的话 应该画的是一幅丘兰图吧 虽然说我也没有见过 但是就临摩的这个 古人的一个作品 我们下一步呢 可以去对这个叶片 进行一下再次的分染 那我们分染的时候呢 需要用绿色了 需要用绿色 那我们绿色就要知道啊 绿色和绿色怎么调 需要藤黄加花青进行调色 藤黄花青两个颜色来调一调 然后我们拿出一支新笔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分染啊 照色啊 然后两者来回结合 去把这个叶片的颜色呢 再来给它加深一下 我们用藤黄加花青 调出一个草绿色 花青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再稍微加一点花青色 水分呢 也可以多加一些 调完了这个花青色之后 咱们可以稍微加一点褶石 把颜色给中和一下 其实像我们这个叶片 现在看起来啊 它的一个感觉上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后面呢 真正在后面的一个调整当中 需要注意很多细节 比如说像这个缺口处 对不对 还有以及像叶尖处 都是需要注意到的一些点 调绿色 调绿色之后呢 我们再次进行分染 颜色上不必过淡 咱们可以稍微多一点 颜色颜色上咱们可以稍微重一点 然后我们根据刚才这样子的一个画法呢 继续进行塑造 同学问说的是书法有四 大家那我 什么意思啊 四大家 四大家的话 其实得分朝代吧 比如说像袁四家的话 就有想想啊 袁四家 他有的是张东福 吴振 黄公望和王盟啊 就是袁四家 还有什么青出四僧啊等等 他每个朝代都是有他的一个领军人物的 这点喜欢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美术史 应该这个意思吧 调色 对颜色看不见了 颜色在下方 还是刚才一样啊 花青加藤黄用的一个调的绿色 草绿色 然后加了一点点褶实色 中和一下 咱们上课还是要认真听一下的 很重要啊 其实你们问的一些问题啊 我在上课的时候都会说到了 都说到了 比如说什么颜色呀 我肯定会说的呀 有的时候我们在揣摩古人的一些绘画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颜色需要一点点去调试 去自己去做实验尝试去画 慢慢来 因为我们在临摹一些古画 就很多人他其实在你之前他就临摹过了 你也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 也可以 但是其实网上的一些答案是各不一样的 你最后的话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个效果来比较好 总得需要一个尝试的过程 临摹的话呢 他就是有对领和一领 对领的话就是你 你那个临摹的话呢 放在你的旁边 然后你对照着领 那一领呢 就是你这幅画你已经画的差不多了 画的差不多了之后呢 你想着凭空你的一个感觉去临这幅画 叫做一领 都是临摹也是分为好几层啊 这个草绿色呢 咱们在画的时候进行分染 就给我们去染 墨墨色是一样的进行分染 我同学的一些问题呢 可能没有好好听啊 大家如果听的话可以回答一下好不好 那我呢给他染染这个颜色 他染的时候再强调一遍啊 他是顺着他的一个前后层次关系去染的 跟上杰克是一样的 下方的一个叶片偏重 上方呢 咱们偏淡一点 去分染 花青加藤黄 调成一个草绿色 然后呢 里面加了一点点褶食 中和了一下颜色 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颜色上 叶片颜色上 逐渐逐渐的咱们有一点绿色的感觉了 其实这一步咱们在进行颜色分染的时候呢 可以发现 我的一个线条 里面这个分染的这个线条 拉的会更长一点 因为他下方已经有基底了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一小段一小段 这样去染了 它可以稍微拉长一点 完全没有关系 可以大面积的去化 把它长一些 到后方的叶尖处呢 咱们稍微的再变淡一点 用水笔过渡过去 也是由浓到淡这种感觉 感觉绿色不够的话 就可以多去加一点 调一点 让这个绿色再深一层 再明显一些 咱们这个颜色逐渐显出来 它一层是显不出来的 需要一个层层的运染 一层层的运纹 一层层的耳层 但是这样 吓 咱们 没有看应该是没有看晕吧 大家明白的话 可以知道咱们是怎么染的话 回复一下数字数字5好不好 回复一下数字5 明白是吧 明白就可以啊 其实咱们这个叶子 就已经它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些了 我非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这个 有了解的情况下呢 不断去分染照色这种变化 刚才稍微的去吸了吸水 吸了吸水 上方的叶子也需要染一染 可能大家的话 比较喜欢偏近现代的一些风格吧 我猜测 我猜测你们可能比较喜欢偏近现代的一些风格 你们可以去搜索一些海派画家的 这个作品 海派的话 大家比较熟悉的话 就是吴昌社 比较熟悉 还有谁 比如说像虚谷 应该有人听说过吧 虚谷 还有浦华 大家都比较熟悉一些 看个人风格 他们的风格就是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继续往下染色 这任波年 任波年的话 就是对于这个莫古话 有一改进 因为当时 徐重刺 他不是创作了莫古话吗 然后后来的话 到清代的运寿品 就是运南田 又把这个莫古话发扬光大 然后莫古话更为盛行 然后到后期的话 像任波年的话 学习了这个运寿品 然后呢 又开阔创新 他的一个画法就 比较偏向于 学习了西方的一些绘画之后 融合了一种画法 在其中 又像写意又像莫古的那种感觉 整体来说还是 在莫古的一个基础上 去开拓的这种画风 所以说他真的没有一个 特别明确的界限 所以到后来的话 不就是说嘛 莫古话分为偏写意的莫古话 还有偏公比的莫古话 好 旁边一定要把这个吸水纸给准备好了 很重要 颜色多的话就要去吸一下 把这个颜色多余的颜色给吸掉 或者是拿水拿这个笔洗当中的水给散干净 还是进行纷染 不过纷染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 就是面积上可以偏大一些 不用像一开始那样一段段的比较小心的去飞上它的结构了 它的结构已经比较明显了 上方的叶子没有通人到的再来一遍 没有纷染到的再来一遍 纷染 刚才说错了 说嘴瓢了 没有纷染到的我们再来纷染一遍 西画有工笔画之说吗 没有啊 工笔画是咱们国画 国画的话有工笔和写意啊 西画的话它没有工笔画之说 什么像素描呀油画呀 像水彩呀之类的 是比较偏西方的一些绘画 还有丙细画 中国画的一个 其实它没有像西方画那么讲究光影的一个效果 它们两个的在意境上表达还是不一样的 当时西方画的话 它比较追求写实 但是后来的话 比如说像什么后方的什么风丹白露派呀 就不一样了 同学们这个 有同学可能比较感兴趣啊 可以去看看美术史 中西方的一些美术史 那后来这个萨尔瓦多达蒂 他画的一些画就不是属于写实的 写实派画风了 利透纸背是吗 我在画的时候 其实我的毛笔是很轻的这样扫过去 壁画的表现方式吗 对于壁画的话 了解还真不深呢 了解不是很多啊 没有研究过壁画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中国文化博大精神就在这里 你如果能弄明白一个点就很不错了 有机会的话 我也去看看这个壁画画面的一些知识 其实当时的话 以前唐代的时候应该画的一些壁画是比较多的 然后那个时候的一些画风也受到壁画影响 比如说展子前的这个油春涂他的一些山水的勾勒方法呢 就和现在咱们学的不太一样 整体的一个线条还是比较纤细一些的 我们先画到这里 那下一步呢 咱们来分染一下这个花头 分染花头 像花头咱们染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好啊 咱们需要去对它的颜色 这个花丝部分加来染一染 我用到的颜色是胭脂色 咱们用腌脂色把它给染 腌脂色咱们染的时候可以偏厚重一些 厚一点 等于问冷军画的是国画是什么 冷军的画的是油画呀 像国画比较偏写实的话 嗯 嗯 画人物的叫做 忽然想不起来了 画画那个毛衣画的很细致 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老师啊 做什么来着 正在嘴边忽然想不起来了 然后我们 跟着它的一个线条这个部分呢 去在里方这个地方开始来分染一下 胭脂色 这个位置 然后呢 哎 一笔下来之后呢 水分偏多一点 那我们水笔的水分再偏少一点 从三分之一处往下去过渡 直接需去扫过来 由浓到淡 由石到虚这种效果 看这个位置 对 何家英啊 刚才忽然就想不起来了 工笔画到什么地方比较 是比较完整的 效果比较到位的 是吗 那你看你整幅画面啊 整幅画面的话 它有的分为淡彩和重彩 整体效果上 它这样子肯定不算到位 你的花头要画到一定程度 相对于这个颜色上呢 要有这种层次感 然后虚虚的过来 过渡过去 用水笔过渡过去 由石到虚 都是一样的 可以在每一个花瓣的中间或者偏右偏左都都可以啊 这样画一些花丝这种感觉的颜值色 花一点之后 然后再用水笔 给它清扫过去 这样有一个过渡的效果 下方也是 根据这个线的位置呢 偏左和偏右都可以 再来画一笔比较偏短 从上往下扫过来 这个地方是花心的部分 咱们可以先留一下 咱们可以先留一下 有点偏重 拿水呢 给它洗一下 趁着没有完全干的时候 拿水直接这么 在纸上沾上这么一笔 就可以把颜色变淡 上方的话 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就这样画过来 它的后方的花丝呢 可以变淡一点 不用特别重了 当然我们这是第一边 一会儿还会画第二边 咱们先把这一边画好 下方的花同样的一个道理 下方的花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就要多塑造一会儿了 咱们这个画花丝的时候 用笔可以虚起虚收 笔键入纸 抬过来 起形收 偏快一点 这样子用笔上偏虚 这样子会感觉这个花丝比较轻一些 不会特别的笔拙 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画的很粗 一定要画的纤细一点 一遍不过的话 咱们可以再加上一遍 这样子呢 咱们先把这个花画到这里 花的花丝这个部分画到这里 那下一步呢 我们再来换一支笔 我们可以再拿出一支笔来 这是偏绿色的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需要调的一个颜色是 三青 看一下 应该是咱们三绿 三绿色 然后加太白色 拿一个小碟子 太白色我们可以多去挤一些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画花瓣呢 比花瓣的一个大致的颜色上色 咱们要颜色呢 可以稍微的厚一点 不要特别薄 因为这个颜色本身呢 就非常的淡 如果再特别薄的话 跟那个水一样的话呢 基本上上色不太好上 所以你可以稍微的在那个水的基础上 再加重一点点 加厚一点点就可以 先取水 取的话的这个水一定要是 一定是要清水 然后我们占取颜色 太白 加三绿 可以多调一些 颜色可以厚一点 重一些 但是一定要注意 要把这个笔当中的颜色调开 因为我们调不开之后呢 咱们就会覆盖力很强 因为这属于石色 国画也要分为石色和水色 像什么三青啊 三绿啊 太白啊 属于石色 它覆盖力很强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画的时候呢 不要留下色块 不要留下那种颜色的颗粒啊 一定要使劲调开 调这样一个颜色之后呢 咱们再来画花瓣 我们就是从花尖 花尖呢 花瓣的尖部这一块 画一个三分之一左右 不要特别的多 画到一部分之后呢 然后拿水笔往下去过渡 过渡到它的一个底端 这样子就会发现 这个花瓣呀 它是油浓 逐渐倒淡的这个层次 这样可以让花瓣就感觉 它比较薄 比较透一些 把这种质地呢 可以表现一下 当然花心这个地方 咱们要留住啊 不要画 先把前面几个花瓣来画一画 第一遍呢 我们可以让每个花瓣的颜色都一样 三绿色 刚才可能说错了 我们用三绿色 笔记当中是有的是 这个颜色就是三绿色 同样道理 这样就感觉这个花瓣很轻薄质地呢 很这个清透这种感觉 前半部分忍三分之一就可以 然后呢 在这个染到的三分之一处 往下过渡 太干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水 看到了吗 咱们在往下过渡的时候啊 一定再往上面一点点这个地方 往下再去过渡 这样子过渡的会比较自然一些 这肯定不能只画一次啊 是要多画几遍这个花瓣的 咱们这个胭脂层的 花瓣呢 就会被第一层的颜色稍微遮挡住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后方如果感觉哪个地方太过于弱的话 需要进行提色 再染色再提色的一个过程 让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一点 更加自然一些 提色的意思就是说 画完了这一遍之后呢 咱们再拿这个胭脂色 在这个花瓣当中再提上这么一层 再画这么一层就属于提色 再明显一点点 花心部分还是要留住的 大概7个月了 再拍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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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装 一支 三支 嗯 这支 这个地方有点染的有点错了 应该从这个花头的肩部处开始染 稍微拿水笔洗一洗 你过度过度错了 然后呢拿水去蘸一蘸 收下来一个小失误啊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从肩部比较偏重 我们一旦发现错了之后呢 化工笔很有可能出现一些颜色上的一些错误 错了之后就赶快拿水笔给它洗掉 同样这样也可以 只要洗掉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从蛋逐渐变重 要看等它干的一个情况下再去染一染 这个时候颜色是很淡呀 很素雅的一种感觉 花尾的形状就根据我们的圆图来画 这个时候呢再进行绘画第二遍 我们第二遍的话也可以让颜色都来画一遍 但是当我们第三遍的时候呢就要去找重点了 重点就是说哪一个花瓣颜色比较偏重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给它多画几遍 那我们就可以给它多画几遍 纵带的一些小品画当中呢 有一幅比较出名的秋蓝战蕊图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它 它的一些染色方法 然后呢尽量去画一画我们的一些古画 而同时呢也可以学习它们一些勾线的技巧 我同学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公笔画的话 比如说像果书来琴图 然后有芙蓉锦记图啊 都是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熟悉的一些话 还有像出水芙蓉 还有见过我们那幅画 画的像有同学可能不认识的话 可能感觉像个荷花啊 有点偏像 后方的一个颜色呢也不要特别重 咱们先染上这么几遍 染这么两遍之后 颜色整体来说的话呢都是比较偏淡的 那我们第三面的时候呢就不要都染了 挑重点去染色 我还 ironically见过 这来算出啊 我也会不会有桠筹 追忧 凹凸 水 出面 来 溢 入 取口 大家这一步可以跟得上吗 跟得上的话我们回复一下 什么都可以啊回复一下就可以 其实当时当时的话咱们也说过了 像送送的话他的公笔化比较盛行 但是到了后期之后啊 咱们这个水墨水墨化的一些萌芽就开始发展了 比如说咱们明天呢就会学习这个竹子的画法 对吧竹子不是明天就下节课学习竹子的画法 像竹子的话就是文童文童呢就画竹是比较出名的 他的一些竹子就更加写实客观一些 用笔呢也是比较圆厚一点 咱们也会咱们也会欣赏到这些画法 这个不是画法是作品 会欣赏到得后期 许个家之长 然后呢学习一下 然后自己的一几个画风 总结一下自己的一个画法 然后我们下一步呢可以画一画花心这个地方 花心的话呢我们拿出一支笔 咱们可以拿一支纯白色的笔 下一步需要画这个花心部分呢它是白色 边缘处是白色里面呢是这个花蕊的感觉 白色很厚 可以在边缘处稍微调一调 白色偏厚一点 我们来看到这个白色呢是在它的一个两边进行上色 这个花蕊两边 白色覆盖力很强啊 然后呢给它往旁往上去过渡一下 这样的感觉 尽量呢让这个线 勾勒的线露出来 稍微遮挡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尽量我们保持住让这个线露出来 然后属于边缘线两边白色比较厚 然后呢往中间稍微过度的偏淡一点 过渡自然一些 下方也是 两边的一个白色偏重 然后往中间的话呢 过渡的自然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细嘛 所以说我们笔尖一定要聚拢 第一层比较淡一些 那我们后面呢再可以加厚 在第二层再加厚 现在我们先把它让它晾一晾干一干 咱们画下方这个瑞芯部分 画芯的这个部分 同样的一个道理 它是为了呢把这个白色 背缘处框起来里面呢 我们去表现一下这种蕊芯的感觉 用的是胭脂色 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完全的规则性 同学们可能画那个小孔了是吧 像那个小孔的话是在那个花心 那个时候可以稍微留一留 但如果你用白色不小心覆盖了一两个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当然你可以先把这个白大致的去画一画 然后呢一会儿再把这个瑞芯这个地方加完之后呢再去加白 都可以 我们现在把这两支笔放到一边 下一步呢再次对这个花头进行下一步的塑造 需要大致的去找一找这个花头的花瓣的一个深浅变化了 都是需要一步一步来啊 来看到我们这一朵花 那这一朵花的一个深浅呢 就是一二三 比较靠前的这三个花瓣呢 我们可以让它偏深一点 那我们就需要让这个颜色上呢 多画几遍 用的同样的一个颜色 再绿加太白这个颜色 颜色一定要干净 当我们画花的时候 颜色上一定要保持干净 像我们在可能染这么一遍之后 不是特别够 那我们可以再染一遍 自己学会去主观的调试它们 不断去尝试 后方的一个颜色可以稍微的再过度过度过度 用水笔过度 上方的下方的这个花瓣呢 也是比较靠前的 往前伸的这两个瓣呢 我们可以偏重 偏重一点 然后下一步呢 咱们这个花心刚才呢 应该差不多干了 干了之后呢 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蕊心 蕊心的话 我们需要用的颜色是胭脂色 这个时候胭脂色就不用特别的润了 咱们可以偏厚一点 甚至有点偏利粉法了 我们后方 我们如果学习这个荷花的话 不是学习 如果我们再画这个工笔荷花的话 那我们就会用到这种利粉法 这个花药上就会点这种比较偏厚重的粉 是这个国画颜料 但是咱们这个类似于 但是不是 因为这个时候呢 颜色也比较重一点 根据它的一个小结构 然后下方的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小蕊给画一画 就要厚重点一点 可以参差错落一些 大小不一都可以 想拿水笔过度的话 可以稍微的去点一点 过度一下 一会儿再去拿太白再盖一盖 就两个来回调试 我换完了这一个之后呢 然后我再调试下一步 就下一步再调试它 慢慢的修改 我们在点这个蕊心的时候呢 它顺着它这个花蕊 花心的这个地方的轮廓线去来 这样去点 顺着轮廓线去来就可以 趁干的话我们再上一面太白把它盖一盖覆盖一层 让两者呢更为融合 这个时候稍微盖一盖刚才的一个边 盖了这个边之后呢 就不会显得这个点啊 特别突兀 就是刚才我们画这个蕊心部分的这个点 这个边啊 它会盖一盖 不会那么圆 有一点小参差的感觉 这个这幅画呢 整体来说是造型上比较简单的一幅画了 十分适合我们去学习 临摹的 要好好去练一练 咱们这个练好了之后呢 到后期你学习这个花鸟花鸟画也好 山水画也好 你在画工笔的时候会更加的 会享受这个过程 千万不要觉得它是 它是一个难题难点啊 一定要学会享受我们做画的这个过程 这样子的话 你画下来才会开心轻松一些 可以用厚碳白盖一盖 把这个花蕊的这个地方露出来 然后理方这些层次呢 咱们可以用碳白去覆盖一下 你稍微拿水笔过度 这个地方就是讲究我们一个耐心程度注意细节的这个方法 加一点 腌制 没有信号吗 同学们有信号吗 有信号的话 回复一下数字5好不好 有信号的话 回复一下数字5 我看有同学说没有信号啊 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没有信号的话 可以切换一下线路 然后我们下一步呢 可以稍微提一提花丝 我们花瓣上呢 还是花瓣的一个颜色要轻盈 薄润一些 所以说咱们就稍微画上这么几遍就已经足够了 千万不要画特别厚重 咱们就跟第一遍画花瓣一样 有的地方感觉不是特别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稍微提一提 但没有必要完全提 但是当我们提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个点啊 这是一个重点 一定要记下来应该怎么去提 我们在提的时候呢 可以避免咱们一开始所画的这一个点去提 咱们可以在旁边或者往上或者往下都可以 这样子呢 可以让这个花瓣显得呀 不是那么的呆板 可以换一个方向 换一个位置 但是花瓣肯定不是只有只有这一丝呀 肯定有这种呃 感觉上比较丰富的这种感觉这种效果 轻轻的扫上这么一笔 然后拿水笔过度 线呢一定要保持细一些 不要特别粗 轻轻的扫过去 需要我们控制一下用笔 轻轻扫过 还有就是我们在提这个花瓣的时候啊 一个是避免开第一次花花瓣的位置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再提的时候 先上一点提也可以 就总之呢 体现了它的一个丰富程度 这种层次的一个小效果 下方的话 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咱们给它提一下 可以往旁边来一点 我说再偏上一点提一下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城市啊 只要是不跟刚才一样就可以 寻求一种小变化 颜色上一定要注意 不要特别重 特别重的话呢 就会抢 就会抢这个画面 这叫统一中求变化 来画一点小变化 它其实它的一个变化没有特别大 只是很微弱的一些小变化 就注意一些小细节 当别人看你这幅公笔画的时候呢 它大致上的一个感觉出来之后呢 它会仔细的去看你里面的小细节是否到位 画完这一遍花丝 画完这遍花丝之后 如果感觉这个花丝有点 太过于突兀了 或者是太显眼了 那我们可以再用一层这个绿色 调的这个太白加三绿的这个颜色 比较偏淡的再照一层我们这个花瓣 水分可以多一点 那整体颜色可以偏淡一些 淡淡的去照一层这个花瓣 可以直接这样照过去 然后呢 水笔也是要用到的 底部这一层呢 该稀的颜色还是要稀掉 整体上装一遍统一一下我们这个花瓣 整体上装一遍统一一下我们这个花瓣 下方同样的一个道理 一定要记住啊 咱们在统一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颜色上一定要水分多一点 颜色淡一些 不要特别重 因为一旦重的话 它覆盖力强就会打破 咱们一开始所画的花瓣 这种比较清零的效果 就会给它打破掉 所以说明一定要保持好这种清零的状态 水分要偏多 同样呢 这个时候我们用同一个颜色 然后来画一下这个花镜 花镜因为刚才已经过度 已经画好了 那我们下一步呢 直接用这个颜色给它平凸上就可以了 花镜的颜色也不要过于重 整体来说也是偏淡的 最重的颜色呢 肯定是在叶子上 把花镜淡淡的这么敷上一层颜色 那我们看看整个画面 整个画面呢 它的一个完成效果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下一步需要去对这个叶子 做一些细节的塑造 平板没有电了是吗 还有最后一步啊 还有最后一步 那我们这个塑造呢 就是对于这个 叶片当中的一些缺口 以及呢 叶片当中的一些叶尖部分 我们加入褶石色 加入这个褶石 水笔和色笔两个颜色 两支笔 只要笔涮干净就可以 可以先来叶尖 叶尖的话 我们就在叶子的尖端处 看到 找上这几个叶尖 在尖端处呢 然后往里去画 把这个颜色共度到里端 褶石色不够显色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 但是不要过重啊 不要把这个整体感破坏掉 这种细节虽然说 这样看起来不明显 但是这样子 你画完之后 才会显得整幅画面 更加细腻 它是一个很的西端末尺的一些小地方 这样子我想的这一片叶子上呢 既有冷色也有暖色 而且对于这个现实来说的话 夜间呢 很有可能有的地方会干枯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拿褶石色加上一些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夜间的一个指示 就能加一加之后 我们再来加一下这个缺口处的颜色 缺口处呢 我们同样也是用褶石 它很有可能被这个小虫子咬过 对吧 咬过之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 感觉发干的一种小效果 褶石色 还有一种偏焦色 把这种小细节呢塑造一下 使用它这个小缺口 画一圈褶石色 然后拿水笔呢 过度开 很细微的一些地方 够度一下 下方也是啊 褶石色如果特别淡 看不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 这个地方呢 就感觉有一点干枯的效果 像上方这个叶片缺口比较多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 再刻画一下 先有的地方 这个边缘处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来一点 这时 稍微的来一点点 然后给它过度一下 不用特别多啊 找上这么一两处就可以 这个地方呢 可加可不加 不是必要的 这么来两笔 让这个颜色层次上呢 相对来说呢 再多一种层次 那这样子呢 咱们这幅画就完成了 可以看一看这种全局 其实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这个秋蓝战蕊图肯定是有层次关系的 前后的一些关系 对吧 咱们只要是通过分染 把它分染完之后呢 那我们再进行上色呀 就没有太大压力了 画的还是很轻松的 两节课就可以画好 好了 那我们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交到我们的M站上 就是我们的作业区当中 平时同学们也可以玩一玩我们的APP APP里面呢 去发上一些你的生活图片呀 或者是你想说的一些话呀 都可以往APP上发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完成一下 也希望你们能画得更加细腻一点啊 如果感觉眼睛实在是有 就是太疼的话 还是看画下来不太方便的话呢 那我们就 这个可以画画写一角上去也可以啊 同学们稍微放松一下要求 好了 我们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里了 有同学想要看回放是吧 那我们先上到这里 画完之后可以落款盖章 上方在这个地方 落款盖章也行 这个小角处直接盖一个章也可以 底色的话呢 也可以染 其实像底色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叫做 叫做茶水 红茶水去染色 去染刷底色 比方说我稍微调一个底色 你们看一下 同学们想要去勾线的话 可以走了 可以看第一节颗勾线去了 我们底色呢 一般这么去调 我先用颜色 教给大家一些调色方法 拿一支笔调啊 我们会加入褶石 还有呢 就是用褶石加水 先调一个大大的一个基底色 我先把颜色方法教给大家 你们呢都去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用来 用来这个刷茶叶水色 会更加的匀一些 因为像我们这个颜色呢 颜料啊 它毕竟是化学物质制成的 会有很多颗粒 刷上去的一个效果不是特别匀 就像我这个泛画的话 就自己刷的 刷完之后呢 会发现不是很匀 有很多小颗粒 就是因为这个颜色 本身颜料本身就有很多这种小颗粒啊 先调一个这种褶石色 然后呢 里面会加入 哎 加入一个 墨色 中和一下 发现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成为一个偏古色 比较古一些 有种防古色的一种感觉 但这样颜色肯定太重啊 太重的话呢 我们再拿一个小碟子 这个颜色偏暖偏重 那像这颜色里面有点花青 也可以用上去 然后加入水 那也可以拿一个干净的碟子 但我现在这里没有碟子了 把这里的颜色呢 稍微的去给它洗一下 这样就可以干净 到一个新的小碟子 加入干净的水 想看调色的话可以看一下 慢慢来调 这个太重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去调 咱们刷底色的时候呢 是一层层的去刷 千万不要一次性刷特别重 咱们这个颜色就一点点去找 这样呢 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古的一个颜色 但是又太暖了 太暖的话呢 咱们就稍微加一点这个三青或三绿色都可以 这个底色可以先再刷 就是画完之后再刷 再加上一点用的这个三绿色 调一下 这样子一个颜色呢 就会更加合理一些 有冷暖的一个对比 颜色不会特别火 会降一降火气 这样一个颜色呢 咱们可以在纸上去试一试 比较偏古色就可以去刷了 刷的时候呢 咱们就是颜色上不要特别特别的重 由淡慢慢去刷就可以 都刷上两三层 做一个淡房谷 用的就是三种颜色 比较简单的一个配色 用的 这十三绿以及淡末 这三种颜色 全部拿刷子去平涂就行了 然后平涂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底色刷色方法 然后呢 你也可以用茶叶水刷 红茶水 因为红茶水的话呢 它比较细腻一些 不会有这种小颗粒 好了 我们今天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里了 咱们知道一个大致的 一个调色方法就行 主要是我们的勾线比较重要 还有染色的一个 了解到染色的一个分染 我们用到分染比较多 以后呢 分染也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染色技巧 以及平涂 这两种呢 其实用起来相互结合 画一幅完整的话 还是比较得心应手一些的 好了 同学们拜拜 Goodbye 看到作业啊 看到作业 作业呢 还是要交上去 那希望在 客家的时候 能够看到你们的作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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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上